好 謝謝主席 那麼本席針對於林權撤告的案件 那麼未來類似的事件 在我們高雄市發生了 高雄市政府到底要如何因應相關的問題 那我們看到 剛剛法治局長答覆說 他不曉得這個案子 那麼我想市長如果他不曉得的話 那我想是不是很多局處首長也不是很清楚 那麼萬一未來高雄市遇到類似的案件 我們到底要如何因應這樣的問題 市長我們的幕僚要加油一下 我相信你應該是非常有心要為高雄做很多事 但幕僚要加油 好我們來看一下 高雄市政府因應承抗活動認定標準評量表 好那麼剛剛我們問了第一個問題 如果新政府他要開放美豬進來 讓還有瘦肉精的美豬進到了我們台灣 進到了高雄市 我們當然反對 國民黨立場在這邊表達嚴正的反對 但是如果新政府執意要開放 豬農因為新政府開放美豬進口 那麼他們簽豬進入了 佔領我們的行政機關不離開了 剛剛我們的農業局長表示 這是一個政治事件 好 那麼我是不是在這邊也在請教一下 那麼 警察局長如果是第一個問題 那麼如果有人向我們警察機關求救 到底這個部分你們會做如何的處理呢 來 請陳局長回答 謝謝議長謝謝陳議員 很抱歉我剛好沒有聽懂你問的重點在哪裡 所以在質詢的時候我們的幕僚 你要對我的問題關鍵因為我不曉得怎麼回答 你說有人求救是哪一個人求救 是民眾還是政府機關求救 這點我要釐清 那你覺得 你覺得這樣的一個社會案件 豬農進入 佔領了我們農業局 表達他們的聲明 那麼你們如果接到這樣子一個類似的 你要怎麼處理 如果是農業局 把這個狀況向警察局 所以有這個民眾 你認為嗎沒關係我問你好了啦 到底他是一個政治問題 你的認知他是一個政治問題還是司法案件 警察就是執法 我當然依現行的法令來執法 有違法我們就依法偵辦 這樣而已 那你要怎麼處理 你知道了這樣的一個請資了 你知道這個請資了有人在成抗 那我們局長要如何處理 你到現場如何處理 你要幫市長分憂解勞 當然 局長要如何處理 對於對於集會遊行 本來警察就是保障合法 取締揮法 然後防止暴力 那如果有現場有一些暴力的衝突 好 那當然警察要盡力去排除 所以警察局長的結論是說 就算是局長自己 他也無法立即判斷到底是政治問題還是司法案件 對不對 我沒有政治的考量我只有依法而已 對所以你現場無法判斷嘛對不對 所以你現在也無法明確告訴我們是屬於哪一種 好謝謝你這樣的回答非常謝謝你 那我們再看喔 踢破門進入辦公聽設 好那我們問一下好了 欸海洋局長 請問一下如果有人踢破你的那個門 然後進去聽設 你認為這樣的事情是一個政治問題還是司法案件 我想相關的法律其實都有都有相關的規定啦 包含你如果說今天如果說是在怎麼樣的情況下 進入這樣的一個強行的進入的話 如果說當然有一些毀損的部分 或是什麼樣的告訴的部分 我想這個就是依照相關的法律去做處理 所以他是司法案件囉 你認為是司法案件 我想這個也是看起來 那當然法律上也有公訴跟自訴的差別 我問你告訴乃論之罪嘛 你連告訴乃論之罪是什麼都不曉得嗎 是啊所以我就說有公訴跟自訴的差別 有告訴乃論之罪 不是自訴是告訴乃論之罪 沒有關係海洋局長你的專業不是法律 你就不要再講免得這個會出錯 那麼我只是在請教你 所以你的認定這個是一個司法案件就對了是不是 我想可能可以 告訴乃論之罪 然後踢破你的門 強行進入你的廳社 你認為這個是司法案件 對當然可以機關上面來講 可以依照相關的司法的部分 好是司法案件 好謝謝請坐 好那我們再看另外一個 吃局長是冰箱的食物來財政局長請教你一下 如果有人強行闖入沒有經過你同意就把你 你的冰箱的食物都吃掉了 到底他是一個政治問題還是司法案件 請檢局長回答 謝謝議長謝謝陳議員 我跟議員報告我辦公室沒有冰箱 我剛剛就想他會怎麼回答 那你放在桌上你桌上也不放食物就去了 沒有 都沒有食物 沒有 那如果問你假設 假設剛好有人送了一盒食物放在你桌上 然後就被人家進去沒有經過你同意就吃掉了 那你要怎麼辦 你認定他是政治問題還是司法案件還是都不是 如果他肚子很餓我會給他吃 肚子很餓就給他吃對不對 好謝謝你 好謝謝你請坐 所以市長你看喔 每一個局長給的答案都不一樣喔 對啊 還有人說沒有關係我寧願自己 我受到很多損失都沒有關係 那就算是違法的也沒有關係 我們局長是做這樣的表示 那我們再看喔 如果以手機拍下辦公的公文 市長可不可以請你也告訴我們一下 如果綜合以上這些情形 甚至還有用手機拍下辦公公文的 你覺得他是政治問題還是司法案件呢 請市長回答 如果發生了類似 在高雄市發生了類似這樣的一個事件 你認為 那我說過他也是一開始是法律的問題 但是我覺得在處理法律的問題 應該為了社會的和諧 有政治上的考量 所以我剛答覆陳言說 這既是法律的問題也是政治的問題 就看為政者的智慧 所以市長講喔說到底他說這個是個政治問題也是一個司法案件 那要看為政者他的智慧 那我們剛剛有問了每一位 問好幾位的局處首長代表回答喔 每個人給的答案不一樣 有的說政治問題 有的說司法案件 還有局長很可愛 他說 哎呀這個都不是 好了 我們看到在高雄市裡面 市長剛剛已經很明確的講 他認為這個是司法案件 也是政治問題 但是每個局長答覆的又不一樣 然後我們的法治局長 甚至說他不曉得台灣發生了這樣的一個事件 所以沒有辦法提供明確的資訊 好 那我們在這邊喔 只是想要 我想喔 這個個中到底是 民眾的承抗活動 行政院現在說撤回 那個告訴乃論的告訴 此例一開 中央已經做這樣的表示了 那高雄市政府 未來類似的案件要如何因應 其實沒有一個正確的做法 那麼我們特別拋出這個議題 指著請市長 你要重視這個問題 那麼並且啊 各位局長們 還有市長 你們都還沒有參透這樣的一個 到底是政治問題還是司法事件 沒有參透這樣的玄機 所以可能還沒有辦法 擔任行政院長 我想當有一天 你們參透了 民眾的承抗事件 到底是政治問題還是司法案件 那你們可能就是下一任的行政院長 那市長請問一下你參透了沒有 請市長回答 謝謝 我想沒有什麼參透的問題 我跟陳妍答覆 我是認為太陽花事件 他充滿了政治性 他充滿了政治性 那我覺得說當然他們 在這個過程之中對我們的行政機關 那當然警察同仁 我們維護行政機關 他們的執法 我們認為警方依法 依照比例原則 這個部分 我們能夠充分的理解 也是 所以市長參透了沒有 我沒有什麼參透的問題 好那市長給你時間 我做高雄市長 好好的參透一下 參透了清楚以後 就是下一任的行政院長 我認為我會做會 我會努力的把高雄市長 我的責任承擔 謝謝 謝謝市長 我想剛剛我們的四位議員 都有針對我們的十四問題 提出了質詢 那接下來 我們就要來針對一下 我們高雄市的市政問題 來做出質詢 首先 我想先 我們想先恭喜一下市長 在昨天 遠見雜誌的評比裡面 連續四年 殘連了五星級的市長 這個是很值得 高興的一件事情 可惜我想要借問一下 我們的局處所長 針對高雄 是不是一個宜居城市 我想要來做個 簡單的問卷 請問一下 你們認為高雄市 是一個宜居城市的 請舉手 好 很多人 這很多人 那我想 好 放下 我想再問一個 請問你們認為你們的局處 表現得還不足 然後還有一些缺失 來影響到高雄 能夠成為宜居城市的請舉手 這人就比較少了一點 好 那我想 來市長我們來看一個數據 那個 這個 這個是我們 2013年 我們高雄市 在獲得宜居城市 包括現在 外面的很多 大大小小的高架橋 都有看到這個圖片 就是高雄市獲得宜居城市的光榮的一個照片 我想請問市長 在我們剛剛這麼多局處首長 包括連市長 都獲得手 令委說 高雄是一個宜居城市的同時 我們高雄市的人口數 從100年到今年 年年都負成長 包括高雄的社會增加率 也是年年都是負成長 所以我想要請教 既然 你令委說 高雄這麼的宜居 那為什麼 我們的人口增加率 社會增加率 會是年年負成長 這就是不對 所以 我想要問 我想要借問市長 你有去探討過這個問題嗎 市長請回答 請市長回答 謝謝 謝謝議長 謝謝黃議員 高雄的親口所 是要來看 我們的負責 看富極 還是要看實際 常住的人口 如果看富極的話 這個部分 確實高雄在這個部分 沒有正成長 我們也曾經因為這樣 高雄市政府 我們對於人口的問題 我們內部 大家也針對這個問題 做了一些的討論 但是我是厭力跟黃議員 做一個說明 根據我們高雄市 我們的勞動力 在去年增加一萬五千人 勞保 投保的人數 增加一萬兩千人 這個部分 他就是在這裡 集合在這裡 生活 他的負責不一定在高雄 但是基於金門 酒廠的福利 所有的金門的鄉親 他們的富極 他們的富極 也是在金門 當然 如果今天 再用富極來看高雄的人口 我認為高雄市 針對這個部分 我們需要更多的檢討 我們需要認為說 如果高雄 我們做了很多的努力 希望高雄 翻轉 成為一個適合 所有人居住的城市 如果我們人口沒有大量的成長 那表示我們在各種方法內部 我們有很多檢討的空間 我們願意在這個部分 我們的人口小組 我們來做一個深切的檢討 我們也希望很努力 讓高雄未來有更多的人 更多的年輕人 願意選擇高雄 所以這個部分跟黃議員做說明 謝謝 我相信 剛才我們的市長 有回答了一句話 他說 澎湖的人口 澎湖很多人 還有金門很多人 都來到高雄工作 來到高雄就業 甚至生活在高雄 當然我們知道這兩個地方 有比較多的福利 讓他們一定要把戶籍 放在他們自己的城市裡面 但是我想這一定都是少部分 有相當多的其他城市的人 來到高雄就業 來到高雄生活 為什麼 既然歌詠叫你移居 為什麼他們不願意落地生根 人家有很多 非常多高雄的少年朋友 去到台北 去到北部 他們想說在那製造 在那製造 結果人家都在那落地生根 我想這個是高雄 要很深刻的檢討的一個問題 我不知道說 因為我們已經 從一百年到今年 年年是副省長 我想請教 在過去我們高雄市政府有沒有 針對這一塊副省長的去做過 比較具體的探討 或者具體的一些報告 市長請回答 請回答 謝謝 跟黃議員做一個說明 高雄市 針對人口的問題 我剛說過 市府的內部 我們針對人口的問題 有一個小組 那我們也在討論 我們是不希望說 為了這種用副級來決定 人口 如果的各縣市 為了短期的福利 好像都在這樣的競賽 這樣對這也不是高雄市政府期待 那我們的重點就是說 譬如像高雄市 我們期待很多企業的投資 能夠吸引年輕人來 譬如現在我們的大魯閣 這個部分 他就立即可以增加五千個就業的機會 那能不能吸 能不能用 企業的投資 來導致有更多人 願意在高雄就業 我說 我們針對高雄的一個人口的增加 那我們有一個小組 我們在不斷的在做一些檢討 那我們也希望高雄 在一個企業投資的這個面 我們高雄市政府必須更努力 謝謝市長 我想請教一下 我們這個小組的負責人是哪位 你啦 蔡副秘書長 許副市長嗎 到底有這個小組嗎 是誰人負責的 基本上過去是這個蔡副秘書長 那現在是我 我本人 哪一位蔡副秘書長 他沒有到 今天沒有到 所以 代表我們的 其實我們的成績 還沒有很高就對了 既然是用副秘書長來檢討這個 人口的減少數 這個成績可能太低了 我想啦 你們每年齁 你們剛才有提到 市長剛才有提到說 年年都在做檢討 可是年年越檢討 越減少 越減少 這個是一個很嚴重的問題 副市長 你是不是針對這一點 來跟我們說明一下 我想 剛剛市長有指示啦 就是 這一個從 未來開始 會由我自己來 擔任這個召集人 那剛剛也提過 其實我們著重的 一個城市的競爭力 事實上是在他的長住人口 那戶籍數的部分 我們在不陷入這種 各縣市的 惡性的社會福利競爭 前提之下 我們也會來研擬 我想會朝這兩個方向 第一個就是透過 產業的投資 實質地去增加 我們的長住人口 那第二個部分 在戶籍人口數上面來講 在不陷入各縣市 福利惡性競爭的前提之下 我們會來 研擬一些精進的作為 我想會朝這兩個方向來前進 謝謝副市長 我想 這樣聽起來 這一個小組 是定在我們這順的時候 才有的 沒有沒有 這個的確過去就有了 過去其實包含在 蘇立雄當副秘書長的時候 或者 這一個蔡副秘書長的時候 那開過了幾次會 開過了幾次會 這個我會後可以剛剛 將資料送給黃議員 所以這一份資料 其實副市長 你現在說你是負責人 你是這一個小組的負責人 但是你連開過了幾次會 你連到底開會講了什麼 你完全不知道 會議的資料會送到我這裡來 可是你一下子問我說 開過幾次會 老實說我現在沒有辦法 最近的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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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能要回去查一下資料 最近的一次還要查資料 因為過去的召集人不是我啊 所以你是林氏 所以剛剛已經有講過了 市長指示就是由我來擔任 好好好 就是從今天開始 由你來做負責人 對對對 那在會後我們也希望說 我們的許副市長 能夠好好的去檢討 檢討完以後 給我們四位議員一份報告 然後還有 剛才許副市長你提到的一點 你說你們不希望說 呃我們 呃其他縣市有這種社會福利的競爭 跟惡性的競爭 那代表 我們高雄市的福利政策 可能還沒有做得很好 也沒有辦法去跟人家競爭 所以這個社會局局長 可能要認真打拼的 要檢討一下 那許副市長請坐 我想 剛才已經有很多位 幾乎全部的局處首長 包括我們市長 都有舉手認為高雄是一個移居城市 那但是我們自己本身 我們想要提出一些數據 來跟我們的局處首長跟市長 來探討 歌雄到底是不是一個移居的城市 剛剛 呃 黃議員論述喔 高雄市到底是不是一個移居城市 那我們就來檢討看看 首先我們可以看一下喔 就是 目前 高雄市我們的負債的情況 我們先看一下 那個台灣地區跟六都 平均每人可支配的所得 我們可以看到 台灣地區 也可以看到我們高雄市 一百年的時候 我們是低於 好 那我們到了一百零三年 還是低於我們的 台灣地區的平均 所以這個顯示什麼 顯示我們高雄市 每個人可支配所得 其實一直是低於我們台灣地區的平均的 那我們來看一下喔 剛剛市長有講說 那些遷移的人口 有些可能是澎湖的鄉親 住在這裡沒有涉及在這裡 那我們看另外一個數字了 如果以出生率來看 出生率來看 高雄市 八點零九 跟其他的都比起來 我們是最低的 我們的出生率是最低的 我們的自然增加率 0.71 跟其他的都比起來 也是最低的 好 我們看到 人口增加率 我們更是負的 我們的人口其實真的是已經兩年喔 呈現了負成長的狀態 所以市長 我們必須去正視目前高雄市的 經濟方面的問題 那我們再看一下 高雄市的債務狀況到底有多嚴重呢 我們就舉這三個市 然後大家要來看一下 台北市一年以上 一千三百零三億元 一年以上債務的未償餘額 平均每個人負債是四點八萬 苗栗 兩百二十八億 這個是大家批判的 最嚴重的 他們的平均負債一個人也是七萬元 而我們看到高雄市 兩千三百八十九點四億元 每個人平均負債是九點五萬 財政局長請您告訴一下 高雄市民 目前高雄市的負債 是不是全國最高的 請回答 是還是不是 謝謝議長 還有謝謝陳議員 數字上是偏高一點 是嗎 是 那你有什麼樣的方法 那我們負債這麼多 到底要怎麼辦呢 怎麼解決這個問題 我們會不會破產 高雄市會不會破產 我們的舉債上限剩下幾年 舉債的年限 來您請回答 好 謝謝陳議員 我們負債比較多是有他歷史因素 我就不再講了 你不用解釋 到底還剩下多少年的舉債 但是我要跟議員報告 就是說我們不會破產 我很肯定 我們的舉債 我們還有幾年的舉債的空間 還有非常多年 非常非常多 舉債 我們問你的是舉債還有多少的空間 我們空間 你不要再講到別的地方 請你簡單回答 以今年底為值還有將近五百億 那我們今年的舉債 預算數是七十三億 我想到年底 會不會舉債在七十三億應該不會 所以各位就以這簡單的數字來算 我說還有很多 你這個預算數來說明就好 預算數 好 那你如果 預算編了多少來舉債 我們今年預算編七十三億 編七十三億來舉債 那我們五百億 還有五百億的舉債空間 那還剩幾年 如果以這樣簡單的處 簡單的處是還有將近七年 將近七年 但是 但是不是這樣 因為我們舉債空間會隨著GDP 做變化 那 我們的未來舉債的額度 也不是說每年七十三億 所以這個都可以 所以我們目前高雄市的債務這麼高 到底要怎麼去解決呢 高雄市有什麼樣的本錢 可以去解決掉 目前我們的每個人 平均負債九點五萬元 這麼高的數字 我們的舉債上限 就像你講 只剩下大約七年的時間 七年以後高雄市政府就不見了嗎 就破產了嗎 你說不會破產 那你不會破產的 理由何在 你的方法 方法講出來 好我跟各位議員報告 其實 不管中央或地方 他的方法就是四個字 開圓截流 什麼方法 具體一點什麼方法 我也跟各位議員報告 其實我們市政府每年都有 測定一個開圓截流的計畫 像今年一百零五年度 我們的開圓截流的措施 就有二十項 二十大項 四十四小項 其中開圓就有八大項 二十四小項 你可以舉最大項能夠解決 目前高雄市債務狀況 好 來講一下 第一個第一個方法 第一個就是 當然 第一個我們 加強市有財產的管理去開發 第二個 等一下 加強市有土地的管理跟開發 是什麼意思 具體一點講 是什麼意思 就是把我們的 開發是指什麼意思 開發就是我們的一些 非公用土地 我們拿出來把它 做一些開發 比如地上權 VOT 或者標售 出租 很多方法 然後 可以把這些土地 開放到民間 來利用 來使他 讓我們的土地 做充分的利用 能夠提升我們的經濟發展 我們也增加水準 好 所以土地 處分土地 是你們的第一個方法 第二個方法是什麼 處分土地 第一個方法 第一個方法呢 中央爭取建設經費 這也是 一大項 就是爭取中央補助款 第二個方法 是爭取中央補助款 第三個方法 我們 辦理市地重劃 來創造市庫的收益 辦理市地重劃 對 可不可以講更明確一點 辦理市地重劃增加市庫收入什麼意思 我們地政局一直 一直在處理的 一直在辦的市地重劃 這個公 就公用的市地重劃 將這些土地的漲價對公 回歸市民 回歸給全體市民 好 重劃以後要做怎麼處理呢 講更明確一點 讓高雄市民能夠理解 對啊 重劃之後那些重劃的地就 增值就提高了啊 那稅收也增加了 我們抵費地也可以 飆售給民間做很多的建設啊 稅收真的就可以增加很多啊 好 交通也可以改善啊 好 我們現在喔 市長啊 我們聽到局長他剛剛講的三個方法 我讓你 你說有很多嘛對不對 我讓你先舉三項最重要的 第一個我們聽到他講 處分土地 第二個方法他講 爭取中央的補助 第三個方法 他說地震局再去做市地重劃以後 擁有土地了 可以再來處分 好 我們聽到都是處分土地 市長 我們沒有聽到招商 沒有聽到創造高雄市的 如何讓我們的產業 能夠在高雄市創造更多的產值 讓高雄市民能夠生活的更好 在經濟面我們看到的是這樣 好 我們播一下那個影片 這個是財政局長看他怎麼來說 怎麼救高雄市的財政啊 那到底高雄市還有多少土地可以賣啊 我們從頭播一下 從頭播一下 好 市民擔心 我們市有的地 勢必會造成就是很多的民眾 或是議員們的疑慮就是說 賣完就沒有了 賣完就沒有了 高雄市政府自己所持有的土地 就越來越少 馬上可以提出處分三百 但是我現在一年預算是變三十幾億 光我手上不再清理的話 至少還可以賣十年 十年 雄市政府未來應該是要永續經營下去的啊 那你說只有賣到十年 這個我們蠻擔心的啦 陳議員報告喔 縣市合併之後 其實我們最大優勢就是土地變多了啦 這是事實 這是事實 來局長你先請坐齁 市長 今天是請你的大掌櫃 你的財政局長 你說我們高雄市的市政啊 災政未來何去何從 市長你認為我們高雄市還存十年而已嗎 我們高雄市的市政 還是跟我們高雄市民住在這裡還存十年而已嗎 還是市長你認為說你再三年任期做了 你能不能再關心我們高雄市的發展 所以市長你早上有聽到 你的財政局長 在議會公開在回答我們議員關心的問題 到底高雄市財政 要怎麼做得好 這也是我們當期希望說 高雄市的財政可以翻轉 可以越來越好 所以大掌櫃不好做啊檢局長 你拿來賣 那某個地方 如果大家買下都賣 你自己說的還存10年 10年後 你怎麼住在高雄 市長我覺得高雄市的財政要怎麼高 بعد 把話說經濟要怎麼覺得繼續發展 讓年輕人在高雄市的好路 改造衣局城市 市長你對你的評論是怎麼樣 請市長回答 這幾個高雄的人事會 人事會他們都是國家公務人員 我每年人事會要編499億 這個都是必要的支出 所以這樣的話高雄在這樣一個僵化的預算結構 確實高雄市政府未來這個部分困難度很多 但是我在這裡剛才我們的財政局長 因為回答我們的議員 那個部分就是說議員在跟議員的對話之中 他並沒有給他很簡短這樣的一個談話 那我今天就是說如果以馬總統 他當八年的總統 舉載一兆七千億 我們也不認為台灣就會因為這樣 會破產政府的鬥 而是說我們在這個過程之中 我們都要努力尋求台灣經濟的發展 我覺得這樣 今天是高雄市 第一是財政局 財政局我不是不做公司 我不是不說我們高雄市的土地 是透過土地重劃的變更 第一個 我們的學校用地公園用地道路用地 能夠無償啟德 如果這個中間公辦的土地重劃 大家我想黃議員很內行 我們的重劃有施辦有公辦 為什麼高雄市政府都堅持公辦 因為這個中間除了公用公共設施無償啟德 另外它的底會地 全部是高雄市民共享 高雄市民那個土地 我們來公開標授 就是增加土地的價值 這個對我們高雄市 我們市庫的益助是非常有幫助 為什麼有若干的縣市政府他們都是施辦 為什麼高雄市政府是公辦 就是因為我會認為公辦的土地重劃 市民共享 漲價由市民來高雄市就堅持這個原則 我這樣說 就是說今天我們幾個財政的問題 如果按照各個天下雜誌等等 這些對於各縣市政府的指標 高雄市的財政狀況是整個來講是中斷班 不是最差 我們都依照公債華國家法令的規定 但是我覺得高雄市更重要 今天為什麼高雄市政府認為 所有高雄的產業高雄的企業 他當然必須總公司設在高雄 必須在高雄繳稅 所以高雄市為什麼我們給予經濟發展期 希望他大量的去招商 就是希望在這個部分能夠增加高雄的收入 那我想在過去 我想我們也不斷的跟議會對話 說縣市合併以後 高雄的面積增加十八倍 人口增加一百幾萬 但是高雄市在中央 中央統籌分配款 一般補助款 專案補助款 這五年來減少了八百一十八億 都會給高雄市政府帶來很大的負擔 但是這個部分 我想今天 我們的要求新的政府 在他就要開始 對高雄市所有三大的補助款 絕對要公平 絕對要公道 那另外一個部分 我們最近都一直在處理健保會 這兩年開始 中央把健保會 勞健保會由中央支付 從一般補助款扣除 就是說以後都是中央 全臺灣 但是我要讓四位議員知道 全臺灣只有北高兩市 需要支付勞健保會 其他的縣市都不需要 其他的縣市都不需要 那我們現在如果用全臺灣幾載 說你高雄怎麼會幾載這麼多 高雄市舉載的程度 只有跟台北市 我們是條件相同 我跟黃岩報告 台北市作為國家的直轄市 四十九年 高雄市作為直轄市 是三十七年 其他的縣市這六都裡面 其他四都他們做直轄市 他要承擔直轄市的責任是五年 舉載的所有也完全不一樣 基礎都不一樣 所以我是認為說今天 我們高雄市必須要開園 必須要節流 那我們高雄市必須尋求更多產業的發展 這個就是我們努力的方向 那我們非常謝謝 我們四位議員的指教 那我想我們高雄市政府的團隊 了解高雄市作為百年的工業城市要翻轉的困難 那我會覺得我們應該在很多的部分 必須更細緻更加油 謝謝 市長我給你暢所欲談 因為是怎樣 因為我們高雄市的財政真的很壞 我知道你如果鬱子很久 但是剛才我們四位聽你說高雄市的財政 現主席的方法 我是聽到兩點 第一點 高雄市的土地 不管是不會土地還是中央 說一句檢局長說的啦 加在縣市合併 因為多幾六倍啦齁 多很多土地來運用 所以第一也是叫土地 第二 把中央 中央 救救兵 也是叫中央補助 市長啊 我們對你最大的欲望 就是說 財政要健全 不是客人幫你輸費 是你自己要有辦法責責你的費 然後請到我們間局長 我去年財政小組的時候 我們破壞了 有一個市區相當精華的所在 你要叫人來經營 表出來了嗎 你跟我們說表出來了嗎 還沒 還沒啊 還沒有 你請坐 市長 你可能公務往忙 我跟你報告一下 一百空四年 本書在財政小組 你請坐 財政局長 財政局長 大言不慘 他說這個土地是高雄市 現在 要做上最好的經營的地方 他很有信心 要來發展這個地方 財政財政 現在是民國一百空五年 五月底 市長啊 我們在這裡也是要幫你 建議 財政的建範 要從財政的發展開始 不可以還要賣土地 中央土地 還是說我就是要來幫中央拿錢 來 補助 剛才市長你說的民主費用 我們大家也很清楚 你的打很重 我們支持你 你要中央修法 蔡英文總統 中立 你說 勞憲報的補助不公平 過去的法令不公平 這絕對沒有違法 你希望 中央政府可以改變 我們也樂觀市長 我幫你 支持 但是我也是希望市長 你對高雄市 財政問題 他們是單純的財政 是高雄市好勝負 高雄市找無套路 找無套路 人家就算去百財政 找無套路 找無套路 人家就不是移居城市了 齁 市長 我們 非常憂心的是 當我們希望 看到高雄市 經濟能夠 反轉 但是我們不管怎麼樣 部門質詢的時候的財政局長的回答 跟剛剛市政 我們總質詢的時候 市長的回答 以及我們財政局長的回答 都還是只有落在 土地 還有中央的統籌分配款 產業 產業 哪一個產業呢 哪一個產業能夠為我們高雄市 創造更多的 目前 來那市長您答覆一下 目前我們非常希望要聽到就是產業啊 高雄市要經濟翻轉起來 來 那經發局長你替市長回答一下 經發局長 請局長回答 代表性的產業 來請答覆一下 謝謝主席 謝謝那個 陳議員喔 目前高雄大概發展比較快的產業 最近電子業其實一直都排第六名嘛 那現在已經往上走了 那我們原來有兩個非常大的產業 就是鋼鐵跟石化這個產業 雖然說我們這個環境付出了很多的代價 但那還是我們最重要的工業支柱 那我們也在發展他們的高質化 那新興的產業部分 我在業務報告裡面大概都提過 包括我們的會產產業 其實最近兩年的發展速度還蠻快的 高雄的第一名是什麼呢 高雄第一名產業是什麼 鋼鐵跟金屬製造加起來 接下來是石油鏈製跟石化 石化是第二 第一是 那第三呢 這兩個就佔第四名了 第五名應該是營造和電子 現在應該是電子 那麼你認為這些為高雄市是創造多少的這樣的一個就業人數呢 新創造 我這樣講 新創造的有嗎 在這幾年當中 這兩 我剛才前面講的四個產業 現在都有一個狀況 就是它有進有出啊 因為大家都有看到 就是我們原來的這幾個重要的產業 其實開始有一波在退休 新進的人員也進來 所以你要說進增加 其實不一定 但是問題是它有一個在退休換新的過程 這個是確定 局長你請坐 市長 我們非常憂心的是 我們真的聽不到非常具體 為高雄市創造新的就業機會 難怪留不住我們高雄的年輕人口 所以人口一直外移 所以我們看到的是人口的負成長 社會成長是呈現負成長的 所以市長我們要重視這個問題 我們一直在跟你們探討財政的問題是 我們不希望 我們打東北走公啊 不要再聽到你們提出來的解決方案 高雄市債務 那個全國最高 每個人平均負債9.5萬元 然後我們的財政局長 提出來的解決方案 就是賣土地賣土地 他說十年還可以賣十年 還可以賣十年 這是多麼可怕的回答啊 市長 財政局長又講說 沒關係 十年賣完了以後 我們就叫地震局 再去做重劃 我們又有土地可以賣了 我們聽到的永遠都是賣土地 要不然就是我們就要跟中央要補助 所以本期這邊要具體的建議 市長 趕快 要求相關的局處 針對高雄市的產業走向 你整個的上中下游 整個的產業鏈 如何建置起來 如何讓一些具有創造營業稅更高的一些體質良好的大公司 能夠產業進駐到我們高雄市 讓我們高雄的年輕人在高雄市 看到未來 而並且在高雄市他就可以找到工作了 因為我們看到非常悲哀的是一件什麼事情呢 林全他所喊出的那些口號裡面有沒有照顧到高雄 社會住宅有沒有 有沒有有沒有要照顧高雄 我們看不到 難道高雄市不需要嗎 所以市長 要照顧高雄市的年輕人 我們要給高雄的年輕人一個希望 一個未來 不要只有變賣土地 土地有賣完的一天 來市長您答覆一下 我們希望如果你覺得中央 在分配給高雄市的補助館不夠的 你有沒有這個決心 要求中央必須要補助更多 給高雄市 第一個要求去要求更多的補助來建設高雄市 第二個為高雄市 高雄市創造更良好的產業 來請答覆 請答覆 謝謝議長 謝謝陳議員 陳議員我想 如果說高雄為了要增加稅收 只是要賣土地 我想高雄市所有的一個土地 如果公開招標拍賣 都必須經過議會的同意 都必須經過 沒有議會的同意 他不可能 這個都 剛剛我們議員有提出來說 當你們財政局提出有好幾塊土地 是可以為高雄市創造收市庫收的時候 景氣不好賣不出去 所以沒有辦法賣出去 那當我們依賴的只有 只是設立地上錢 因為你們賣五百平方公尺以上 不是只有那一塊而已 市長 對 有比任何 我就跟陳議員說明 高雄市 高雄市問一筆土地 還是可以允許公開招標拍賣 標售都必須經過議會的同意 還要送行政院 在十年之內要處分 今天不是說沒有人說要土地 這個部分是有非常嚴謹的過程 各縣市政府都一樣 高雄市提供到地政局 我剛才沒有跟陳議員報告 就是說地政局是創造 創造土地的價值 我們看到若干縣市政府都是施辦 施辦 如果這個中間的敵會地 就私人的這些 所有的這樣的一個公司 今天高雄市政府的土地重劃 幾乎將近百分之八十五以上 除非他不能公辦 或者我們是一定堅持要公辦 就是要創造這些價值 但是沒有就是我只是解釋 但是我覺得我們同意陳議員說 高雄我剛提到一個百年的工業 重工業的城市要翻轉 當然有它的過程跟困難 那過去中央在產業的佈局 高雄沒有什麼新的產業 但是這些年來我們在數位內容 影視產業會展產業這個部分 高雄市包括經濟發展 在這個部分努力去創造一些空間 包括我們的4D 我們的這些使你引進這些新的數位內容的產業 我們也希望這個部分對高雄未來有一些好的發展 我同意陳議員的觀點 就是說高雄市要怎麼去建設新的產業在高雄 這個就是我們現階段不斷的跟經濟部 不斷的在溝通協調 包括我們跟國科會就是科技部等等要討論 高雄如果作為一個海洋的產業 我們這個部分應該要給高雄更多的支援 總而言之我們高雄市政府的團隊 我們希望努力在爭取新的產業 對高雄未來發展的新的產業 能夠在高雄謝謝 謝謝休息十分鐘